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个以貌取人的时代 没有人义务透过你臃肿的身材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心 你的身材就是你的名片 它能折射出你内在的品质 性格习惯 千万别因身材让人看低了你的层次 一 这是一个看身材的时代 去年曾有一条新闻 上海某著名小学张新生 面试家长看家长身材 肥胖的不要 这条新闻一出顿时家长们炸了锅 有赞同此举的家长留言 我觉得非常好 肥胖的人自我管理能力差 还怪小孩不听话 我觉得太赞了 自我管理能力低下的家长 肯定无力配合超一流的教育 老外的私议学校也很严格 有钱都能进的你愿意往里挤吗 我觉得看家长身材肥胖 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的 首先肥胖不是短时间形成的 应该是长期不注意饮食和运动造成的 家长连自己都没有管好 你相信他们会管孩子吗 自己都没有信心去坚持的东西 还会指望他们鼓励孩子去坚持 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 是让自己变得优秀 给孩子做榜样 如果想让你的孩子成为你想象中的那个人 那么你先成为那个人吧 这个社会对胖子太残忍了 找对象时被嫌弃 找工作时受歧视 好不容易找到对象结婚生子了 以为生活总算上了正轨 结果没有想到身材还能影响下一代的教育 果然这是一个看身材的时代 别以为你年长就不用看身材了 没有想到作为家长还要看身材 如果你是胖子 孩子都要被你拖累 二 身材好也是一种实力 一个人的身材 25岁前是爹妈给的 25岁之后是自己修的 能管好自己身材的人 往往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反之 臃肿的身材背后 可能是一团乱糟糟的生活 公司副总裁来自法国的欧总 就是个身材超好的高富帅 不过是个50多岁的老帅哥 他每天5点半起床 然后去操场跑步 有一段时间还要去参加汉马 武汉马拉松赛 所以他更是加大了训练量 欧总管理着公司最重要 也是最忙碌的制作领域 每天提早半小时上班 还经常出差 别跟他一把年纪了 可每天精力旺盛的像个小伙子 的确 当领导要讲资历 论能力 但更要拼体力 经常的出差 坐飞机 坐火车 不规律的坐席 没有良好的体质是吃不消的 同时老张就因为胖 工作一直没有得到升迁 肥胖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职业生涯 有一次 领导召开一个内容枯燥的会议 胖人精力不好 特别容易打瞌睡 老张听着听着竟然睡着了 脑袋还湿不湿小鸡啄米 圆桌会议室里 他正好坐领导对面 领导重重的咳嗽了两声 老张从睡梦中惊醒 继续听讲 结果没一会儿 他又犯起困难 领导一一收在眼底 肥胖给工作带来影响 生活质量也大打折扣 还谈什么奋斗拼搏呢 人与人拼到最后 拼的就是身体 身材好就是一种实力 三 你的身材就是你的阶层 判断一个人的阶层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看他的身材 正如保罗·福塞尔 在格调艺术中所说 你的体重 就是你社会等级的宣言 一百年前 肥胖是成功的标志 但那样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肥胖是 中下阶层的标志 与中上阶层和 中产阶级相比 中下阶层的肥胖者 是前者的四倍 CCL领导力调研也表明 财富500强公司的 首席执行观中 找不到一个体重超标的人 想想也是 那些受过良好教育 有强烈进取心 努力奋斗 事业有成的人 大多都是身材匀称 温文尔雅的人 而那些家境贫困 庸庸碌碌 不思进取的人 我们更容易看到 大富翩翩 体态臃肿 举止粗鲁的人 英国纪录片 人生七年 也印证了这一事实 该片选择了 14个不同阶层的孩子 进行跟踪拍摄 每七年记录一次 从七岁开始 一直到56岁 这是完全的真人秀 记录了普通英国人的人生 片中的一对精英阶级夫妇 56岁时 依然保持着好身材 由原中产阶级 晋升为精英阶级的 教授夫妻 和公务员夫妻 体型也不错 而那些底层阶级长大的男人们 虽然有几个年轻时 也英军帅气 但最终他们全都成了 胖子或秃子 尤其是他们的妻子 身材变形得更厉害 外国如此 中国也趋于这样 索芙瑞集团的调研显示 在中国 中低收入群体 已占肥胖人口的 绝大多数比例 为什么这个社会 穷人越胖 富人越瘦呢 四 瘦很昂贵 你胖因为你穷 造成肥胖的原因 除遗传的影响外 主要就是不合理的饮食 及运动量太少 油炸食物快餐等 垃圾食品 都让人容易变胖 吃进去这么多热量 不运动就会产生肥胖 很多穷人没有生活 只有生存 他们经常加班熬夜 缺少睡眠 暴饮暴食或饮食不规律 生存的压力山大 哪有时间和精力 去锻炼身体控制饮食呢 况且他们受教育程度 普遍不高 也难有身材管理的 意识和知识 所以 穷人的过劳肥越来越多 而富人正相反 越来越多的富人意识到 拥有健康的身体 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他们有时间有金钱 对身体进行投资 他们愿意选择绿色 有机低热量的食物 舍得在健身上花时间 也承担得起上健身房 请私人教练的大把银子 国内曾有一项 关于财富和运动关系的报告 数据显示 那些拥有财富更多的人 倾向于更多的运动 大数据显示 每日行走 8000步以上的人群 平均收入高于 8000步以下的人群 6.4% 果然 好身材就像奢侈品 多属于富人阶层 瘦很昂贵 穷人消费不起 你胖是因为你穷 5.你的好身材里藏着你的自律 身材和时间金钱有关 没错 但关系更大的是自律和意志力 正路网上对人生青年的评价 人人都只看到了精英阶层 与生俱来 优越的家庭条件和社会地位 羡慕他们有私家健身房 有私教 认为他们能有健康体魄 匀称的身材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又有谁看到他们 在饮食控制健身等方面的自律呢 这种自律 远远强于低层阶级 要知道那些有6块腹肌的男人 和永远保持好身材的女人 他们拥有你想象不到的自律和意志力 钟汉良曾晒过他的早餐 只有一片面包几个蘑菇 郭富城 坚持健身20余年 每天最少跑步半小时 即使到外地 也会要求入住24小时开放健身房的酒店 要是酒店没有健身房的话 他会自备绳子在房间跳绳 刘德华 为了拥有6块腹肌 与紧实的胸肌线条 把家里变成了健身房 开演唱会前 他会坚持长跑练器 拍戏时 他会利用空荡去哑铃 每天再忙咬运动 严格林不仅在喜座上自律 还会在房忙的工作中 坚持锻炼身体 游泳和跑步 他在餐厅等朋友时 还不忘趴在地上做平板支撑 他说 形象是女人的纪律 正是几十年如一日钢铁般的 意志自律者 所以他六十多岁了 仍保持着迁徙的身材和优雅的状态 人人都知道管住嘴 迈开腿的道理 可又有几个人 能像他们这样做到呢 好身材是奋斗出来的 不是一朝一夕 不是时段时序 不是一天的热情 那些今天含减肥 明天含运动的人 大多只是嘴上喊喊 安慰一下自己脆弱的心 每一个胖子都有颗易碎的心 一个怨天游人 抱怨喝凉水都长肉的人 怎能看到好身材的背后 是满满的自律和坚持 如果连减肥都做不到 还谈什么优秀 如果连身材都控制不了 还说什么掌控人生 只有自律的人 才能抵制住诱惑 克服惰性 说到做到 日复一日的坚持 在这个阶层主性固化 上升通道越来越窄的今天 也只有这样的人 才有可能跨越阶层 逆袭到更高的阶层 你的好身材 得藏着你的自律 而自律能改变你的人生 三岛游济夫说 人生只有这么一回 为何不多加珍惜 短暂无常的身躯 予以锻炼雕琢呢 愿你努力奋斗 精心雕琢出一副好身材 你跑过的每一步路 洒下的每一滴汗水 付出的每一分努力 都会让你功不堂娟 今天分享就到这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